兄弟们住了一个多月了 要不发点钱给他们了 现在生活压力多大 怎么也发点钱给他们 15号是吧 好的好的 我跟他们说一下 喂 正总 上了说好的15号发电给我们 今天都16号了 先打过来好吧 6月停 不是老板 上了说好的15号啊 你这样弄都没法交代呀 这兄弟们都用钱了 行吧行吧 我跟他们说一下 小薇啊 小兄弟们先停下来 别干了 做好的15号给钱 不要月底 前到位才开工 前没到位不要开工 好 全部回去休息 这工地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这工人呢 正总啊 你说的15号给工钱 16号也没有 要月底 我这段生活不会休息了 这我不跟你说了嘛 这钱一到位就直接给你嘛 这工地赶工期帮个忙嘛 帮忙啊 啊你要赶工期 又不想给工钱 你要家人 又不想人家吃饭 你要吃饭 好人家不要吃饭 人家啃砖头啃红板 对吧 你这小孩要养 人家小孩不要养 你真的是利润 人家是靠双手双脚 提早担开正常的选案件啊 一句话 钱到位就开工 这只真没钱 借都借不到 月底 月底一定到位 我不想太听借口了 你问问你的良心 如果你帮我干活 我没钱给你 家人打电话了 家里没钱了 你会怎么想 难得借钱吗 哎呀 这过两天就转给你嘛 不要让兄弟们再喊心了 小话 这边钱已经到位了哈 你把你下面工人工资结一下 他们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让他们回去 等等这什么意思吗 没什么意思啊 这我还压了你两万哈 你再帮我找一伙工人来做 压我两万了 啊 这等你把这里的事情做完了 做清楚了 我在一起结给你嘛 这样吧 压我一万吧 这工人呢 他想做就做 不想做 让他们回去 再给你找几个人过来 那也可以 现在把钱转过来 好行 我现在转给你 怎么样 那邓总的钱转过来了 你们的工资 我全部转给你啊 结完钱以后就不要再做了 如果邓总在找你 记住千万不要再做了 你们做很会后悔的啊 他这边还压了我一万 那钱我也不要了 啊 结完钱就回去 哎 这我不是叫你叫人做事吗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邓总 没有人干了 我找了好几伙人的 多不想做呀 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就光感失利 我也做不了啊 那我先回去吧 另外找人做吧 哎 你那钱不要了 不要了 这人生啊 多少真心被辜负 你那天有什么事啊 我来得了你啊 最快的我便宜负 我给你了